今年嗎 我有陪同一大家一起去考學測 就是我有參加 但是我基本上沒有在準備 蛤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出國讀書 年底應該就好了啦 疫苗都差不多出來了 我覺得應該可以 那你會去敢打疫苗嗎 我 這個問題 現在的孩子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生出來的孩子就是一個很有自己想法的小孩 因為是他的人生 他喜歡音樂 OK 那我就支持他 因為你知道他現在是青少年 我是更年齊 只是憑良良 如果我質我很重的話 我跟他會碰撞 感情會非常不好 放手相信他 讓他去 今年沒考上 明年再考 沒有啦 今年一定會考上 不會沒考上 我就跟他講說 我也不跟他 因為他也跟我講他壓力很大 常常有大到 因為要作詞作曲什麼什麼的 只說 兒子阿 媽媽永遠扮演一個陪伴跟支持的角色 勇敢的往前衝 我就用這樣 反而是我覺得 關係會比較好 我沒有去看那個機率 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有機會 而且我也還說 出國那個申請 我說要不找顧問 什麼 不用嗎 我都自己來 全部都自己來 沒有 我有跟我老師討論過 我就很擔心 說你都不用嗎 什麼推薦新台 要自己寫 什麼 我說你真的可以嗎 可以 如果 我這樣子在這裡的話 我自己會沒有那麼開心 就是不會那麼開心的 就沒有那麼多動力 也要說他覺得 考上一個大學 拿了一個畢業證書 可是這個系跟這個都不是他要的 他覺得也是在浪費他的時間 為了生存 就我不想要只是 我讀一個大學 只是為了我去交代跟我爸媽說 我有一個大學人 對 媽媽說 那時候 我生日的時候我也問嘛 她說 隨便啊 隨便禮物都可以 這樣我就真的買了個禮物 不行 這禮物太小了 所以我這次問她 你想要什麼禮物 你好好講 這樣 妳請我吃一頓飯就好了 3 2 3 2 2 感谢观看